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西兰的贸易数据似乎比预期的结果要低一些 您对此有何看法呢? 首先我对于新西兰贸易的看法就是 虽然出口的数据有所下降 但是令人意外的就是进口的数据也意外地下降了 并且幅度很大 这其中石油进口下降了31.1% 但是对GDP的贡献值方面 我并不持乐观态度 通胀预期下降到了自1999年以来的最低值 在这里有什么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吗? 我想说的就是 通胀走低并不只是新西兰的问题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石油价格的下降 这就导致了对于全球商品的价格都普遍地预期不佳 所以我认为新西兰经济在2015年 并不会像预期的那样的糟糕 可以说的是 新西兰的经济 至少在通胀方面是这样的 目前来说 澳大利亚的商品开始变得越来越贵了 但是劳动市场比较乐观 在这样的状况下 您认为新西兰的央行需要做出什么行动吗? 虽然对于通胀的预期下跌了 但是我们仍然不可以忽视的一个问题 就是纽约仍然处在高位上 这对于贸易 特别是进口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而澳大利亚央行是出于提高通胀的目的 选择了降息 新西兰联储表示道 预计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维持利率不变 无论是在未来什么时候 选择加息或者是降息 这都取决于新西兰的经济数据 但央行暂时不会降息 这一点我认为还是比较明确的方针 那么在接下来 对于纽约来说 有什么关键因素呢? 好的 就目前的纽约的汇率来说 有一点偏高 纽约仍然处于一个不合理的高位置上 预计纽约会进一步大幅下跌 而目前的价格大概是位于0.76到0.78左右 而在此基础上 我认为新西兰纽约价格将会进一步的下降到0.72左右的位置 好的 李克 非常感谢您 这就是本期悉尼在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 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